加州众议会第49选区华裔议员周本立 今天召开新闻发布会 向媒体公开他在2015年的立法重点 周本立表示 他将会提出众多与华裔利益有关的提案 例如保护消费者的私隐权 可负担房屋和老宿者的房屋相关问题 同时他也将会关注更多 有关教育和劳工保护的提案 在20号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 周本立宣布了2015年准备提出的21项提案 希望可以在2015年中获得议会的支持 并通过成为法案 其中周本立提出3到4个提案 全部都是跟关于保护个人的隐私权有关 都被盗用了 这个是对我们的information会有重大的影响 所以我们在这方面会重视这一点 我就提了3个4个提案 是关于那个隐私的 怎么样来保护我们的隐私 怎么样来提防 怎么样把这个data来保障 由于周本立目前继续担任 加州众议会社区住房发展委员会主席 所以也都非常关注很多房屋相关问题 他说无家可归者都会是2015年关注的议题 我们都知道现在在加州有30%以上的房客 他们都是把他们一半的收入 都用在那个房屋资源上面 所以这个房屋这个cost cost of housing is very high 我们一定要在这方面来提供一个 跟大家提供一个法案来解决这个问题 周本立表示 加州是美国人口最多的一个州 拥有3800万人口 立法的时候会影响到加州的每一个居民 所以他的提案非常小心 除了隐私权 可负担住房 以及无家可归的房屋相关问题 同时他也将关心更多有关教育 和劳工保护的提案 天下卫视编辑报道